市長先問一下說 剛剛賴市長也說因為你幫他寫序這個書可以衝更高 那你怎麼看呢 你覺得你可以幫他寫序可以多寫多少本 開玩笑講的啦 這個 我是很認真把他從頭到尾讀到完才寫序 大概就這樣吧 我想他講的對啦 他一些自己的經驗我們看一看 可以用的回去想想看有哪些是可以 也可以在台北市使用的 因為您之前的白色力量讓你平身衝小作家 現在看起來賴清德這一本 你覺得你過過之後有沒有可能可以超越你 不要問這種題目 我不會回答 我想應該各自有各自的讀者吧 我覺得 剛才有講到說要請賴市長幫你上家教課 畢竟他醫生裡面從政他總是前輩嘛 術業有專攻 文道有先後 所以對我來講他就是屬於文道有先後嘛 雖然同樣是醫生從政 至少他總是比我有經驗啦 我是因為沒有經驗常常不解 市長剛剛那個台灣市長在裡面說要賴神三思選總統次 那你會勸賴神三思這樣 這種事情他自己決定就好了 跟我們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等一下什麼時候要請他 就是幫你排那個家教班 這個有空我去台南的時候去找他 因為有時候 現在有時候要出門你知道 很麻煩 一剛上任比較忙 等候 差不多幾個月以後比較stable你知道 再另外找 有機會去台南的話再找他談 市長有講說 北科B 南賴神 今天你也幫他寫那個序 就是示欣欣相惜 那你會希望他更上一程的問題 你個人賴神 沒有啦 我還是那一句話 每個人要想要做什麼事就自己決定 我們都是旁觀者 對不對 我幫他寫序是因為,是想要有一本不用錢的可以先讀一讀 我是真的把它讀完才寫序的,對我來講只是說我蠻好奇的 所以他們問我說要不要寫序,我說有個條件我要先讀完才寫 所以他就整本書,第一稿就寄來給我全部讀過了,我是讀過那個草稿的人 問題是你們兩個人的style差那麼多,一個快一個慢,那你要從lice那邊學到什麼? 還是有啦,這個總是,我看到很多,其實有些我看一看我們台北市也開始在用 比方說他那個區裡座談會,所以我們現在也是每個禮拜找10個禮長來開會 很多方法也是照他的 那你剛剛說那個颱風的那個東西 那也許我們就,這我也學乖的啦,學會也就是說,以後要發佈台風假喔 除非很有把握,沒有把握就早點起床嘛,再來做決定 市長剛剛那個柯P說,希望你可以幫他上家照辦 希望可以看他可不可以多修改,你說他哪邊需要修改呢? 那其實柯P是客氣啦,因為他從醫生跨入到政治的領域 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說,那我們的醫師執照怎麼處理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我相信他面臨問題的時候他有辦法解決 所以他是客氣化,他是客氣化,但是如果他來台南,那我們是會非常歡迎 市長,你剛剛有提到說這個他強任他強,這個九陽政經的疑慮啊 那大家會想說,像以前的民調啊,在黨內啊,好像沒有敵過小英喔,那也是他強任他強 這個是這樣啦齁,我當初讀這個九陽政經的時候,的確是 我當初讀這個九陽政經的時候,的確是有受到很大的啟發啦 所以形勢作風應該是有受到潛移默化 所以面對這個小型工程團的改革 或者是面對這一次黑金衝回的民主的殿堂 我採取的方式,通通都是如此,主要是針對這個講 今天我有約小英主席來 好了,謝謝喔,謝謝 謝謝 是媒體,是媒體讓一條路出來,是媒體歡迎 好,謝謝媒體朋友,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跟你講喔,我做事喔,人家叫我寫序文喔,為什麼很少跟人家寫呢 因為我一定要全部讀完才可以寫 所以這真的很,做事把它,當然我那時候是讀的是稿 那個只有差前面幾張照片沒有看,其他從頭讀到完 所以我要講的話,在序文裡面已經寫完了 結論就是齁,要勤混 所以人家說他不是猜得準,那他只是那個叫什麼,倍視定理 數學的倍視定理 你要在很久以前猜,當然猜不準,你越近猜就越準 所以那個賴神不是因為他省,是因為他勤混,OK 這才是真正的,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不過我看齁,以後我們台北市要宣布那個停課齁 我看都改成早上五點好了 我看齁 因為齁,你建立一個標準以後,我們以後就知道這樣 以免猜不準,你知道嗎 齁,這個我會把它列入SOP裡面 齁,其他沒有什麼特別要講 另外一點齁,我覺得醫學的訓練還是有用 就是說以後一分連齁 可是還是有些缺點 剛好第一點齁,我不曉得你的意見 像齁,記者問我都會回答 因為我們在診間齁,家屬跟病人問問題 我很早跟他講說拒絕回答,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在學習說,記者問你不需要媒體都回答 還有一點齁 人家說失言,我說失言不是問題 我是講出心裡面的話才是問題 這個要學習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這樣想,心裡面這樣想 但是沒有告訴你說一定要講出來 所以齁,從醫生轉成政治人物齁 還有很多要學習的,我是不知道你花多久的時間才克服的 我現在是每天很認真的在把說 要從醫生轉化成這個當市長 裡面有些哪些要修的 我看齁 找個時間齁,你幫他上個家教班 你幫他列個清單 這個從醫生變成那個市長 我哪些要修掉 我把錢的時間去台南 你幫他上個家教班 好,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先感謝天下英董事長幫我做這本書 另外感謝護員 深花妙筆 能夠把這個僵硬的四年的施政 可以巧妙的把它呈現出來 那麼另外也感謝李前總統,柯市長 還有陳大的黃校長 另外還有我陳大的恩師 韓良辰、韓醫師幫我做序 那另外也感謝 包括吳醫師去鄉兄 還有柯市長幫幫 剛剛幫我美援 非常感謝 那其實這個 天下幫我出書 我是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喜的是 哇,能夠出一本書 把過去四年 我跟我的團隊的努力 然後呈現給這個社會 這個是個非常有意義 同時也非常值得高興的事實 但是以憂是 因為第一次出書 擔心賣不出去 哈哈哈哈 所以坦白講 過去這段日子 我想最多的 不是要不要參選總統 要不要參選總統 在我決定不進議會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了 鎖住價值 那想最多的就是說 他不知道 不會出去了 這本書 那不受歡迎 哇,那就 那就很 對這個董事長 對天下 非常對不起 所以這個柯醫師講的那一段話 真的是 大家都是醫生 由醫轉為政治 然後地治寫書 都有同樣一個心情 所以柯醫師說 你幫我下去 我可以當假買幾分 這樣 真的是說到 說到我的心坎裡 那今天 柯市長不僅僅把書念完 寫序 今天又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那為什麼 要出這本書 那主要是希望 我剛剛講的 把過去四年 我跟我團隊的努力 呈現給這個社會 那我們希望 能夠 開啟一個新的政治文化 那為什麼要 開啟新的政治文化 主要是過去 我接任大台南的時候 其實我們客觀的條件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足 市民的期待 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不用新的方法 是沒有辦法解決 當前的問題 或是因應 市民那麼深的期待 這個也讓我們不得不 如此做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 我們 推動新的政治文化 另外還有一個 可能跟我的訓練有關 也就是剛剛柯醫師 還有其中央 吳醫師說的 那我們醫師在看待一個事情 不是一個數據 他背後是一個生命 生死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在看待事情 解決事情 在思考事情的時候 會去想那個最核心的問題 不是一個表面 所以當我們發現這個表面的政治文化 表面的妥協 暗藏各種交易 已經沒有辦法帶領大胎男進步的時候 那我們不得不回歸醫師的本色 去做應該做的事情 那這本書 也許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小時候我生長的環境 我母親勤儉持家的精神 那這本書大概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大概可以分幾個面向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可以分享的是 你怎麼當市長 你怎麼當市長 市長這個角色 你怎麼樣趁直的去 給他擔任這個角色 那第二個面向是 你怎麼樣領導你的團隊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市長不是 把市長本身的角色扮演好就可以 你還要激勵你的團隊 那第三個 你怎麼樣去盤點 你手頭上的資源 正的資源 負的資源 你必須要去了解 大台南是台灣第一個城市 有豐富的文化歷史的古蹟 氣候那麼樣的好 小吃美食那麼樣的知名 那當然我們也存在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訂定 這個目標 城市發展的目標 那第四個當然也分享了 怎麼用用人 怎麼樣用權 怎麼樣用錢 怎麼樣省錢 那另外也包含了 如果你再仔細看的話也包含了 怎麼樣面對問題 不是解釋問題 是解決問題 你怎麼樣面對危機 同時你怎麼樣面對民眾 面對民意 我一直認為 民眾沒有給任何的政治人物或團隊蜜月期 就只有試用期而已 所以大概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這本書裡面 在復原的生發妙筆之下 可以呈現這九個面相 這九個面相 那當然 已經有好朋友 包括聯合報的瓊蜜 過去在立法院大的好朋友 他已經說這本書是 參考書 新科市長的參考書 但是我是一個武俠小說迷 我比較喜歡說他是武功秘笈 武功秘笈 武功的秘笈 但這個武功秘笈有很多種 因為我也是金庸的小說迷 他不是降龍十八掌 他也不是這個 笑傲江湖裡面 令狐聰或封京陽 傳給令狐聰的獨孤九劍 那當然他更不是東方不敗的 這個 還葵花寶典 這個避邪劍譜 那不是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金庸小說裡面 從這個 色雕英雄傳 神雕俠裡 那麼一直到這個 倚天屠龍基裡面的 章節非常小 提到金庸提到非常少 但是是 所有金庸小說裡面 我認為最棒的一個武功秘笈 就是 九陽真經 呵呵呵 就是九陽真經 什麼叫九陽真經 我在這邊 稍微談一下 讓大家輕鬆一下 這九陽真經 根據金庸的說法是說 這個 氣息九陽 氣息九陽 豹衣含緣 四位九陽真經 他先對九陽真經 下個定義 那九陽真經 他談的非常少 這個我收留的結果 大概只有三句話而已 呵呵 這只有三句話而已 那 講這個內容之前 我先跟大家報告 那這個九陽真經 從哪裡來了 他第一次的這個 第一集是 第一次的發表 第一集是想到 是達摩寫的 後來他改寫的時候 就認為 張鈞寶看了九陽真經之後 認為 這個文字之喜戀 不像 達摩 從這個 那非中途人士 不可能有這麼樣的喜戀 所以他又把它改成是 少林寺的 某一個不知名的高生所寫的 大概 大概是這樣 那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他大概內容 大概 我看了結果 大概只有三句 書裡面有寫出來 第一句話就是 他強 任他強 清風佛三剛 再強的人怎麼有辦法強過不動如山的三剛 他強 任他強 不動 這個清風佛三剛 做事情要像清風一樣 無所不致 大家可以想到那個景是 清風佛過三剛那種強 這是他第一句話 那第二句話是 他痕 就是 直的痕的那個痕 他痕 任他痕 明月照大江 你痕 痕刀要阻擋 你怎麼辦法阻擋得住 大江 沒有辦法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 他痕 他再如何痕 他也沒有辦法阻擋大江 做事情要像大江 而且要像明月照大江那樣的氣概 呈現出來那個意見 自然不同 那第三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前面那兩句話 其實跟我 推動次政 我們該做的事情就去做 不怕任何威脅利誘 他強 任他強 清風佛三剛 他痕 任他痕 明月照大江 我們該推動的小型工程款 取消 就取消 這個 民意會支持 那最後 這個 第三句話就是 更清楚 他痕 兇狠的痕 他痕 他痕 他自惡 他自己會 遭遇到惡國 他痕 他自肯來他自惡 我自吸一口爭氣煮 就是九陽真經所寫的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新書發表來跟他談武俠秘籍 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 這個九陽真經裡面 金庸的小說裡面 因為寫的人是誰沒有人知道 大概只有三個人 真正 學過九陽真經 一個是張鈞寶 就是張三豐的師父 就絕緣 絕緣學過 另外一個是 寫這個九陽真經的人 當然 另外 我們講的是第三個是講絕緣的時候 他臨終之前 絕緣的這個 絕緣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是 打掃這個 長金閣的 一個小生 一個 一個 一個小花生 他現在有一個特色 就是 無精不獨 長金閣裡面的精 無精不獨 那無精不記 他看了之後他就記起來 其實他也不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強的武功心法 然後他臨終前有三個人在床前 他跟他講 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 有得過這個 絕緣師父 叫他九陽真經 第一個人就是 少林寺羅漢堂的首座 叫做無色師父 第二個 就是郭湘 郭湘就是 那個 郭靖跟黃榮的女兒 他在過鄉 第三個就是張軍寶 就張三豐 張三豐 那很有意思 這三個人的武功背景不同 聽了這個絕緣師父講的九陽真經之後 他們表現也不同 就是 無色師父 得其高 因為他本身就是 這個羅漢堂的首座 武功本來就很強 他聽了絕緣師父之後 他有更大的啟發 武功更好 得其高 第二個郭湘 因為出生武林世家 他得其薄 另外張軍寶 因為他不會武功 所以他得其精 我要講的是 我這本書 我這本書 如果你看他就是一個 一個理念 基本上是一個理念 就像九陽真經是一個心法 這本書是一個理念 想要當市長的人 可以來看 想要當市長來看 或是你想要監督市政的人 也可以來看 因為他有用錢的道理 婆婆也可以買一本給媳婦看 九陽真經的好處是 不會武功的人 你學的是 對身體很好 這個 強健體魄 那會武功的人 看任何武功的時候 他會更清楚 比如說 官長 我們的老官長 他的工夫在五次上 不在五次 我也很感謝官長 過期拍的基礎 他比我厲害 看了這本書之後 他會得到 會更多 沒有看過 沒有這個管理經驗的人 他看這本書 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那這一本是完完全景 是實務 他不是理論 他不是理論 因為我看護員裡面寫的 贏了很多管理大師 管理大師的書 我沒有一本看過 我完全是根據醫學的訓練 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內心抱持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內心抱持的 就是九陽真經的真理 再講一遍 論他強 清風柏山綱 他恨 任他恨 明月照大江 他自肯來他自餓 他會自吸吸收後果 餓果 他會自食餓果 我自 我自吸一口爭氣足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賴市長